哈囉 大家好 我是彥树 尋找最強青年足球員 今天來到萬華城光足球場 在我身旁的兩位是 DESAFIRU15的兩位小球員 我叫張成鈺 今年是九年級 然後我最長期的位置是前鋒還有後衛 那你呢 我是Josh或是林雨萱 我是DESAFIRU59號 我現在打的是防守中場 尋找最強青年足球員 今天拜訪的是EC DESAFIRU足球俱樂部 身為上一屆青年聯賽U15組冠軍 想必他們的腳下功夫一定不簡單 不過今天彥树要先來和小球員 進行快問快答 考考他們對青年聯賽認識多少 好 那我先考你 青年聯賽總共辦了幾屆 三屆 對 沒錯 好 那第二個問題我來問你一下 青年聯賽當中就是球隊裡面 誰進球最多 喔 那個我們隊的八號 Lars 喔 那他進了幾顆 很多顆 那下一個 進兩球嘛 是沒開二度 進三球是 帽子 帽子戲吧 那進四顆呢 我手指 呃 部長沒進過四顆 還沒進過四顆 OK 進四顆的話呢就是大四級 OK喔 今天教會你的 那你下一場就要進四顆 看來彥树的考題有點難度 最後一題來個輕鬆的 邀請小球員 預測今年的世界盃冠軍是誰 因為我本人比較喜歡巴西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他們 他們會奪得冠軍 我相信內瑪可以稱之世界 好 那你咧 我覺得比利時這一次很有機會 比利時嗎 那你最喜歡他們隊上哪一個球員 Kevin De Bruyne 喔 你是說曼城的那一個 那你為什麼覺得他是 你最喜歡的球員 他那個控球很好 然後很會控制節奏 好 那快運快達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待會我也要就是勤收一下 然後不然我等下在最後的挑戰喔 我等下我自己會失足 然後就會丟臉啦 所以我在旁邊自己也要加緊練習一下 Desafield是由松下泳亮教練 在2016年創立 球隊擁有包括U12、U15、U18等輕訓梯隊 主打傳控球風 而對球員的培養 就像對你Desafield葡萄鴨魚中的意思一樣 希望球員勇於面對挑戰 選手們是有比賽才會進步 一直練習 進步是沒那麼明顯 所以有這種聯賽是 對教練來講 也是非常好的一個環境 最大的幫助是 這個聯賽給我很多比賽經驗 也在這一屆 就是我也學到很多 中後衛該做的一些控制跟觀察 就是扣獎有更多的位置 Desafield U15 已經是連續三年參加七年足球聯賽 今年正中 也有多位球員是上屆的冠軍班底 在第一階段的預賽中 他們批出五勝一敗兩合 順利挺進第二階段A組循環賽 因為去年比較靠學長 因為去年學長真的都滿厲害的 所以這一次就要靠我們自己的團隊 我覺得就是找到機會就要勝門 或是創造更多機會給隊友來得分 對 我希望代理學就是提出我們這一屆 比較特殊的就是船控的踢法 因為我們這一屆的身材都偏小子 就是我希望可以把傳導這方面做到最好 就我剛剛這樣觀察下來 就是我覺得他們教練的話就是 他也是做比較多引導式的訓練 然後讓你自己去尋找答案 然後不會可能一開始就告訴你要怎麼做 那我想這應該就是俱樂部跟校隊最大的差別 當然就是看到踢球的人變這麼多 然後就是很開心啦 跟以前自己在踢的時候感覺比較不一樣 今天的PK環節是由DeSafio的宇萱 陳鈺要和艷樹PK足球九宮格 小球員一共有八顆球機會 艷樹則是只有五球機會 要挑戰誰能踢倒較多板子 兩位小球員有什麼想要放話的嗎 賽前放話 放馬過來 妳咧 不知道 好 那待會的時候就要用力踢喔 因為我們待會我們會有乘法 唉唷 有緊張到 有緊張到 一顆一顆 很弱耶 哈哈 欸欸欸 不要請內訌啊 宇萱趕快拿出真本事 唉唷 你剛剛就說4號嗎 我好爛 幾號幾號 五號 五號 幾號 五號 十號 陳鈺第一顆就順利開弧 沒想到後面連續三顆都miss DeSafio隊一共拿下兩分 接下來輪到主持人 AKA前高校怪物艷樹上場 一二就正中五號 艷樹真的沒在客氣 他有偷臉耶 六號 哎唷 二號 艷樹別再打鐵啦 這個遊戲是要打板子 不是打框耶 YES 艷樹真是可惜 有兩球都踢中門框彈出來 最終就以1比2落敗 接下來他必須接受 畫臉小懲罰 這畫什麼 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 欸犧牲很大欸這個 好 來換你 等一下我換了 換點 5秒思考 4 3 什麼 花朵 是嗎 是花朵嗎 好 好 那我就是想 最後想問你們一下 就是說 你們對 青年聯賽的目標是什麼 目標就 每一場 盡全力 然後 踢的盡心 踢的盡心 那你本身是踢後衛嗎 是希望每一場都盡量不要被盡球嗎 當然 對啊 那你咧 當然就是要拿冠軍囉 冠軍 你是踢中場 對 對 那你覺得你這個賽季 有哪些部分是你可以戰勝對手的 就是傳球吧 傳球 可以撕裂對方的防線 那我們就預祝他們有好的表現 然後在青年聯賽可以磨練更多 尋找最強青年足球員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